负面情绪如果持续超过一个星期 那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生理上的问题 我们的消化系统 免疫系统 睡眠都会产生影响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做不了事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负面的情绪的过度的反应 为什么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往往如此的长久呢 就牵涉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心理机制 这个机制叫做负面信息加工优势 请大家不妨设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700万年前在非洲草原上行主的人类的先祖 突然看见前方风吹草动 前方风吹草动至少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腐狼出没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是瓜果落地 那想一想作为人类的先祖 你是假设腐狼出没好呢 还是假设瓜果落地好 大家想一想 很简单 假设腐狼出没要好得多 为什么 如果真的是腐狼出没 你立马觉得风险 立马逃跑 立马转身 你能够活下来 要不然不小心落入腹口 那就是生死攸关 如果前面真的是瓜果落地 你假设是个坏事情 不是瓜果落地 那你没得到最多是遗憾 所以大家知道了 这个正面的假设 其实呢 它的结果最多是遗憾 那么如果没得到 最多是遗憾 如果负面的假设呢 它能够让我们活下来 所以说 服饰负面的事情 它有非常坏的结果 而且不可力 服饰好的事情呢 下一次还可以试一试 这就是人类进化 选择出来的 我们大佬的加工特性 叫做负面信息加工优势 从进化的角度来讲 消极的心态 能够让我们活下来 非常重要 但是从积极心理的角度来讲 积极的心态 才会让我们活得更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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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